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名 戀愛中最沒有安全感的星座 抓到了 抓到了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不敢動 柱鴻 巨蝦 都可以 可能也有巨蝦 難怪你對女孩子這麼好 對啊 再刮自己 刮自己 很怕突然被跑進 巨蝦在談戀愛 不管帥或不帥 他看戀愛都是看內心的 我對你有感覺 當然外表舒服很重要 但是你心里面给我那种 怦然心动的感觉更重要 那你让我很心动 我是不是就要很认真的对待你 关心你 照顾你之后 你对我好像也不撩我 或者说你很高傲 那我这样的状况下 我还要再付出吗 这是不是巨蟹太温暖 一般人没有巨蟹这么温暖 真的 我们很温暖的 男孩子很好 我刚才发现你们发现一模一样的 对 真的 一样长 你们可以搞一个巨蟹俱乐部 真的 好了 野兽快给另外一方 满满的安全感之外 还能给另外一半什么呢 那要为细节咯 幽默感其实荣登第一名啦 因为野兽系的男友幽默感满点 会每天让你笑得很开心 有25.9% 而且网友说 看到他丑陋的脸 其实就感到蛮开心的 好激色 天生喜感 对 天生喜感的部分 那至于还有在第二名的部分 就是你跟野兽系男友站在一起 会显得女生比较好看 网友就分享啦 因为如果跟这个帅哥男友出去的话 人家会觉得说你怎么配得上他 但是你男友如果是野兽男友的话 人家就会觉得说 哇塞 这个女生好天真 心地好好喔 训兽师耶 训兽师 所以露露姐有这种暗黑系的讲法吗 我觉得男生就是要服侍女生 所以其实野兽派男友 或者是老公其实也是蛮认受我 因为其实我的 我的那个是还蛮多的 所以真的是训兽师耶 我其实有一个野兽派的朋友 我看他上班下班平常出来 他的布鞋都是穿那一双 那么是 更厉害喔 他出国的时候 他的布鞋还是穿那一双 所以你是在讲梁鹤局吗 不是 不是不是 他有一次他出国跟他女朋友玩玩回来的时候 他在murmur 他说 其实出国呢 他发现他女朋友的IG都没有take他 任何的照片 现贡没有take他 其实他是一个健身教练 他上下班他的衣服 他私底下你跟他碰面吃饭 他出国他的衣服裤子鞋子都穿的同一套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你女朋友可能照片不想take你是有原因的 我说你穿那双布鞋就算了 可是你那布鞋看起来又很脏 他说没有 这布鞋真的很好穿 但是他又舍不得丢 他说等有优惠的时候 打折的时候 他才会去买下一双 你确定你不是在讲梁鹤局 不是 但是野兽派真的有这样的人 小人哥就这样啊 出国也花衬衫 出时尚玩家外景也花衬衫 真的耶 然后专跟长辈吃饭还是花衬衫 我替那个野兽派讲一下话 我们真的是特别会这样子 而且 不只鞋子 我连内裤都这样 都穿同一件 就是我不会换 就破 已经穿到破了 然后我的鞋子 我们给他锁出来也不换 很胖的感觉 内裤然后鞋子 很多东西都是一直重复穿 然后同一套都是 到最后被我老婆偷偷丢掉 我还生气冒了 为什么要把我的 穿很久的东西丢掉 因为我觉得那个已经有感情 而且久了之后 战袍 对 它已经不是衣服跟鞋子 它是我兄弟 你是不是对战袍两个什么物件 好可爱啊 就是我已经跟他有感情了这样 卫生 那不行 朋友还是要打扮一下 真的喔 因为就比如说我比较不会打扮的 那个不帅的男朋友 还会劈腿的那个 你看我干嘛 他就是陪我去哪里 他都陪我回 他是我经纪人 所以人家都是说 那你有名片吗 是什么的 不是他们说你可以帮我拍照 变成我们去一个活动 然后他就在那边 帮我拍一大堆的照 所以他穿着也没有很 他穿着是很 对 差不多 你又看我 他每次 他刚才讲劈腿 好丑的 对 穿着他都看我这边 他没有穿着 他就是不帅 就是牛仔裤 我一个穿 好像没搭人家过 对啊 我也快单戴了 然后他的打扮 他就有大概 三个不同的穿法 他就是有一个牛仔裤 然后配白色的T恤 然后 一样的牛仔裤 配一个白色的 长袖的 那叫什么 衬衫吗 衬衫 对 然后第三个是粉红色的衣服 就这样 好无聊喔 他会不会今天这样改 礼拜一 二 三 然后四 他穿礼拜一的衣服 然后礼拜五 他穿礼拜二的衣服 就这样子 没有变化 对 但是帅的男朋友 他就会打扮 然后他跟我 可是你看 这就不公平的地方 帅的人就说他那几件 他说你看他几件穿得好好看 真的 然后差很多 外面的人都会说 欧哥 比如说树红 出红哥 这样子 对 但是都对他比较有礼貌 因为这样看得出来的 就是我的男朋友 对 看到树红哥好 对 我男生 快过来 你真的 去拆车 看着他很多 不过听说跟帅哥男友交往 也可以帮你妈妈的福利吗 其实我婆婆妈妈缘还蛮好的 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个时候 女朋友她刚好想要买车 她一试驾完 她直接就刷卡付定金 然后车价以我那个时候看 我觉得她给你的价格 其实是偏高 我跟她讲说 你的尾款先不要付 等我收工之后 我再陪你去一趟 刚好我去看的时候 那个经理是个 是个妈妈 是个阿姨这样子 对 然后她好像有看我拍的戏 这样说 这是你的男朋友 她说对 我说你好 我说她怎么有一些选配 你没有给她 我说因为女生开车 有些选配会比较安全这样 书宏没关系 你就只要一句话 我分不给 都给她 哇 好好 我说这个价格其实偏高 你可不可以再多折一点给她 因为这个车明年就要改款了 对不对 书宏没关系 你衬衫脱掉 我们好好聊 我这样一讲完 她再折二十万给她 天哪 二十 二十 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车 所以我对车有颜色 对 我说这个车其实明年就改款了 我觉得这个空间应该可以再多一点 真的 你看她讲出来就会想说折二十万 黄灯会来 出去啦 对 可是亲切感吧 你的亲切感应该会让人家帮你打折 对 我是到那个中南部乡亲看到我 都会请我吃东西 很吃得开 对啊 都会 定位啊 你来了 你要喝两个 亲切感 就会请我喝饮料 这个我们以为艺人都有你知道吗 这不是你啊 不吃我是不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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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一次 你帮她折二十万 嗯 然后所有的配备都送 然后因为交车的日期 本来是定那一天 结果她就问她说 你那个男朋友会一起来吗 她刚好她那天要拍戏 那我们约一个她可以的时间来找她 要看你 对 好啦 最后当然就是不管是这个 野兽派啊 或是帅哥派 你一定都不知道选谁吧 那要问一下白玉老师吗 恋爱的时候到底是看内在 还是看外在呢 怎么样的类型是深得你心的 我们这边有四张牌卡哦 用你的直觉去选一张 这张牌卡呢 就可以决定生死 看你喜欢哪一种类型 好 请取牌 白玉老师 你那个四张都一模一样 你连配掉 你比较正确 好不好 就是这样 直觉 好 所以二 然后等会是 我二跟四 其中选一个 那就二号 我们来先看第四张牌 然后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选这张牌 这张牌叫做爱人 有没有 图面上两个人面面相对 然后爱心在那边抱得紧紧的 你这样的个性 是适合什么样的类型呢 一见钟情聊得来 他觉得帅 那这个一见钟情 绝对就直接想要扑上去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一 来 选到一一的观众朋友 混成线 大牛哥 来 来看一下 这张牌叫做游戏的心情 你 游戏人间 我很想 去头人 很想 很想 他就是 比较活泼 幽默 有自信 有自信 对 这种自信是来自于什么 尴尬 吐嘴 我告白你 你还不是马上跟我说 我愿意的话 他还会再接再厉 这样的人真的是 一百零一次求婚 穷追不舍 对 真的 这种就是野兽派 好的 第三张牌 是我跟安妮 好 我们来看小珍安妮的 第三张牌 好漂亮 有没有 跟他们两位一样漂亮 这张牌叫做创造力 选到这张牌的朋友 你的恋爱类型是 文雅 质感 颜值高 可能是跟他的内在的那种 文化气质 他的审美观点 他对质感的那种把握分寸 所以他的帅 可能是经营出来的 这个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气质 很吸引你们 好的 最后最多人选了二 大家就比较随和一点 这张牌叫做顺着流走 出到第二张牌的人呢 大家喜欢的类型 文静 耐心 十大体 十大体 对 乖宝宝类型 就家里的妈妈也喜欢 我怎么带出去 大家都喜欢 亲朋好友都觉得 我的选择很棒 他就是喜欢这种的 不过虽然是野兽 但是我们不要变禽兽就好 对 如果长得帅 风流一点 其实我觉得还OK 下流就好了嘛 男女反正你就是一定有一个契合度 对 那就好好的把握 真的 祝福大家找到你的良缘啦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节目 那个粉丝团来留言 按赞跟分享 好 继续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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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开战吧 让你永远选北边 今晚开战吧 让你总是非成战 新时态互动是综艺 快快来订阅 你先按下小铃铛咯 小铃铛咯